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断缩文化资产的价值 在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说对我们而言 文化资产价值跟再利用价值 其实是两回事 事实上在一个文化资产的讨论里面 他主要讨论的是他本身有没有保存的价值 有没有历史价值 他跟嘉义市的这种种种的关系 他有没有被留下的必要性 所以只要讨论这种东西 那在昨天虽然说市府也提出 他就是觉得说是应该要保留 但是为何不把他直接登录为历史建筑 这个我们会觉得很压抑 因为事实上在台湾我们过去看到的案例 甚至说我们嘉义市 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市立美术馆的预定 在我们的公卖局 原本的英九公卖局 他本来也是设定古籍 都是他在已经获得一个文字身份之后 他才会进行后去的规划设计 调查 然后再利用的这个 应估 整个流程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是把再利用的东西拿来前面 然后作为审议的一个要件 这我们觉得是非常的奇怪 而这种案例也是非常的少见 所以在此我们也是 今天透过这个记者会 对这一点提出我们的看法 我们就是说这个在文字审议的部分 似乎他有不够清楚不明确的地方 再者对于再利用的方案 究竟要做到什么程度 我相信他下次要审议 因为毕竟主办的单位是财政处 而审议单位却是文化群 这个不同的单位之间 对于这个再利用方案的要求跟设定 这个市政府我想有必要 再做一些内部的沟通跟理性 所以说我们寧可相信 寧可相信市政府的确真的是要把它保留下来 而不去质疑他 只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手段 再来争取时间 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个 争取其他的一个作为 因为我们会这么想的原因是 因为之前呢 在我们背后这一栋建筑 也就是说嘉义俊义所 现在是已经变成一片停车场空地了 他就是因为被指定为 暂定古迹之后 又再延了一次的暂定古迹的身份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就被拆了 就变成我们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一栋1920年代盖的一个建筑 就这样子从我们城市消失了 所以说呢 我们当然也会担心 是不是市府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但是呢 昨天的一个状况 副市长主持人他也明白的表示 希望能够保留这种建筑 所以说联盟这边呢 也真的是相信 他真的会保留 但是呢 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个监督的一个角色 督促的角色 就是你要怎么活化 你要花多久的时间 花多少的期程 来进行规划活化的方案 所以说呢 我们很明白的要求 市政府绝对不能用任何理由来搪塞 一定要真正的去落实委员 他们所提的活化的方案 这也是我们今天 未来所要做的一个方向 就是要督导督促 以公民的力量 来让市政府真的能够真正的去做活化的方案 规划的方案 我们期待市政府可以认真地看待这件事情 提出活化方案的期程 可是在此 我们也要郑重地呼吁 郑重地劝这个市政府 不只要慎重地提出期程 而且要慎重地看待这件事情 并且将这个过程当中加入公民参与的部分 对我们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台北市台南市 现在都在发生各式各样的文化资产的事件 那他们也提出了 他们自己的政府也提出 市政府也提出了 开放政府的这样子的一个标语 开放政府到底是什么 对我们来说 就是第一 资讯公开 请你把相关的资讯公开 让人民可以知道更多更多的事情 第二麻烦你多办一些公听会 座谈会 让更多的声音可以进来 让这个地方 让市政府变成大家都可以来参与的 若是他所说的 若是图形者所说的 全民当市长 我当CEO这样的概念 我有加入这样的公民参与的机制 我觉得整个市政府的活化方案 才会真正的进入公共化 公共性的讨论 而不只是BOT案 这样子简便的提案要求而已 那其实像联盟 我们是一个民间团体 我们在这半年内 我们也犯过了市集 我们也进行的导览 我们也举办了 比如说愿景卡 这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单位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些 我们期待 我们也相信市政府可以做到更多更多的事情 那所以我们在此也呼吁 市政府可以将场地继续开放 让我们可以继续进行相关的活动 比如说导览 让更多的市民来认识这个地方 来共同讨论这个地方的 到底要怎么样活化它 对我们来说 只有对的程序跟时间 才可以找到这个城市愿景的答案 我们期待市政府 不管是从市长 还是从公务员体系 我希望他们 我们希望他们都可以真正的醒过来 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好 那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昨天是文字審議委员会 临时丢了一个大球给你们 要你们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 那我想那是一个 其实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知道过去财政处 其实也很努力 在跟民间团体一起沟通 然后希望可以把这件事情 能够朝一个最圆满的方向结束 那我们其实很希望是说 那既然这个责任 其实现在在财政处身上 是责无旁贷了 那这是不是可以 再具体让我们知道 是说那你们接下来 就是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开始做这个部分的讨论 然后大概预计什么时候 开始做这样的规划呢 因为我们知道说 这个时间一定要花很久的时间 那你们可以先稍微 让我们知道说 你们在预计什么时候 开始提出这个部分的规划 然后是不是可以邀请 更多的公民团体 来参与这样子 有关舅舅嘉义石公所联盟 今天来表达的诉求 这部分我们都会跳回去研议 另外有关舅舅公所 这部分因为昨天文师委员会 他们审议是上缓半年了 然后这部分我们尊重 审议委员会的 审议的结果 那后续有关案内的建物基地 这部分 我们将会继续 尽数朝文化 创意产业的方向 赶快来办理 这个开发 这个部分 因为涉及到后续的评估 我这边没办法 马上跟您回答说 什么时候一定就可以 这个我们会尽数 来赶快来评估 后续相关的活化的方式 那这部分 现在是可以 可不可以稍微给我们一个答案 到底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 可以知道你们 什么时候愿意开始启动 因为我刚刚是想请问说 我们其实很希望知道 这个东西其实要开始启动 是其实需要有一个时程 那的确对现在来说 你们昨天才知道消息 今天不可能马上 就已经开始做规划案了 那可不可以让你知道说 你们到底什么时候 会开始讨论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部分 大概给我们今天团体一个 清楚的时间点这样子 开始讨论 比如说对 一个礼拜后 会开始还是说两个礼拜 还是说其实村长 已经只是一个 可能这几段 这几个礼拜 可能就要开始动这个东西了 这个我们回去 会赶快继续来 来评估 每一个评估 相关的那个 事要都还要再收集 这样子 会进去 那我可以是 我们大概在过一两个礼拜 之后再打电话 到财政处这边 询问一下你们最新的进度吗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我们再讨论 好 所以我们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后 就可以跟财政处这边联系 大概知道说他们 接下来的进度 会怎么样去进行吗 就是我们可以主动跟你们联系 没关系 对对对 可以再讨论 我们今天会选在这一个 我们嘉义市政府前面 举行这个记者会 其实有点意外 明明之中好像有点 那个因缘 我们刚好 这一栋新的嘉义市政府前身 是我们的 也是很重要的 文资资产 没有保留下来的税务出长所 我们刚好今天在翻阅资料的时候 发现我们这一本 嘉义税务出长所个案研究 第124页 第二段里面 刚好发现一段话 那时候的代理市长 我们这个税务出长所事件的 我严格大概是2001年的6月 那是2001年6月8号 陈立真代理市长的旧同僚 当时的行政院卫生署防疫所长 彭醒哲先生 写了 嘉义市要成为文化艺术之都 展现出来的如果只是文字图片 其程度必定远不如建筑物实体的存在 因为建筑物本身是有生命的 希望市长您能体会 新与旧之间究竟如何取得中庸 亦或新与旧之间如何共存 其实是可思考可行的 因为建筑物本身是有生命的 那我们在嘉义救市公所四周围的 其他建筑现在已经拆掉了 已经没有生命了 他们已经失去了 那个地区的居民 已经失去了其他建筑的记忆了 那我们希望 今天既然原则说是保留 既然说要好好把它规划 一个活化再利用方案 我们希望我们市政府可以积极 我们市长我们醒则可以真的醒过来 我们目前我们这股还没拆除 还没拆除我们珍贵记忆 我们珍贵文资的一个这股白色力量 不要真的变成我们文化资产的一个白色恐怖的力量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谢谢大家 谢谢